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把鸡针放在啤酒里泡一泡 出锅的瞬间就是一到楼下饭店排队都要吃的特色美食 真的是太好吃了 8块钱一斤的鸡针把刀切成两半 再切成四半 然后放到啤酒里浸泡10分钟 因为啤酒里含有的蛋白霉 可以软化肉质 这才是鸡针鲜嫩不硬的关键 空碗里打上两个抛腹产的笨鸡蛋 搅匀打散 忙忙碌碌一整天 连交做菜 再剪辑 就做出来了这一个视频 真的是太难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谢谢大家了 套好的鸡针 加上葱姜丝 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再加上半包条好味道的椒盐粉 吃过很多家 还是觉得他家的味道更好 9块96袋 非常好吃划算 抓匀腌制10分钟 加上少许的干淀粉 半勺食用油 才是口感焦香的关键 最后挑出葱姜丝 锅里油热 把鸡针下锅间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焦香后 撒上一把辣椒面 一把芝麻和孜然 快速地翻炒出香味的鸡可出锅 这样做的鸡针外焦里嫩 特别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